欢迎您来到我的玩具毛绒工厂 在这里你将会享受极高的员工福利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 请您务必遵守以下的工厂的规章制度 因为我们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位员工了 一,每天开工前必须先擦拭工作台 之后才能开启机器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 机器在你晚上离开工作岗位时要注意关机 但是请注意 如果在工作台上出现了 沾有红色粘稠液体的布料 请立刻取下该机器的号码牌 然后立刻去到清理室的门口 将号码牌从门缝里塞入 之后立刻离开工厂 今天将给您带薪休假一天 切记 在今天之内 无论工厂里发生了什么 千万不要再回来了 二,人工在公用时间内 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尤其是在玩具流水线上的员工 如需离开 请通知调度室 会有人过来处理的 但请记住 二,交班的员工和你一样穿着的是黑色的工作服 三,本工厂不存在红色的工作服 若有穿着红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 欲与您交班 请不要理会 四,员工不得私自携带公共财物 离开工厂 尤其是洋娃娃 五,员工上班时 必须佩戴岗位证 进入流水车间 若您在工作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公牌突然丢失 请立即远离任何的机器 并且快速通知保安室 会有安保人员会为您补上公牌的 但是请记住 安保人员的尖章是蓝色的 也一旦出现其他颜色 一定不要接受它的公牌号 六,夜班时间 严禁打瞌睡 若您无法保证上夜班的精神 那么请不要上夜班 如果在工作的过程中 突然感觉到心悸 头晕 并且感到很恐慌 不要着急 我想 那一定不是 有洋娃娃在看着您 请您立刻将公牌 放到前面你你最近的洋娃娃身上 并且立刻拨打安保室的电话 完成这一切后 请立刻回到监控室 路上 无论是谁 想要和你打话 千万 千万 不要回答 七 工厂里的机械设备 必须每天进行保养 如果您的机器出现了故障 在里面发现了黑色的团状物 以及牙齿 人的头发 应当立即切断电机电源 请机修工来修理 并且不要私自乱动 更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些东西 八 请保持场内设施的整齐度 不准擅自搬动固定的机器位 以及桌子等场内的一切固定设施 若发现机器有被移动的痕迹 并且在机器下面出现了红色的粘稠液体 请让所有的员工立刻离开 若有人想要挪动机器 若有人想要挪动机器 请立刻阻止他 虽然他很可能已经不是你的同事了 在所有员工离开之后 请按下门口的黄色按钮 在大门打开前 不要管里面发出了任何声音 即使是有人在大声的求救 就该工厂是真实存在的 存在的 存在的 十 祝您在我工厂工作有一段快乐的时光 我是鬼爵 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 在这一段快乐的时光